多尔滚与黄太极的韩魏争夺战已经到了生死对决的关键时刻 但是双方局势却突生变故 原本支持多尔滚的戴战突然变广 面对生死危机多尔滚将如何应对 最终胜出的黄太极又将怎样处置对手多尔滚 几连海老师将为您揭示多尔滚争夺后金韩魏之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上一讲,几连海老师说道 在多尔滚与黄太极的韩魏争夺战达到白热化之时 本来已经稳操胜券的多尔滚 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沉重挡击 多尔滚阵营的强大支持者戴善父子突然变化 转而去支持他们的对手黄太极 局势的急剧变化,让年轻的多尔滚感到措手不及 他该怎么办呢? 而此时,多尔滚的另一张王牌,他的母亲还隐藏在幕后 此前我们知道,努尔哈赤对多尔滚母亲的宠爱是超乎寻常 可见,凭着他的威信,是完全可以力挽狂澜的 那么,在这千军一发的关键时刻,他又在干什么? 最终胜出的黄太极,究竟是怎么夺得了韩魏? 他又会怎样处置多尔滚母子这样的对手呢? 还有,此时的庄妃在宫廷的刀光剑影中,他在做些什么呢? 多尔滚的失败将会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带来怎样微妙的影响 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济连海 将为我们继续再现那一场空前激烈的后金韩魏争夺战 并从中揭示多尔滚争夺后金韩魏之谜 我们首先呢,来看看前面 黄太极,他取得胜利 他,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 他与别人相比 他有很多优势 他非常清楚 别人的劣势便是自己的优势 自己呢,就要扬长必短 我们介绍到,理论上啊 有能力继承韩魏的 除了多尔滚兄弟三人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人,也就是四大贝勒 这四大贝勒,大贝勒戴上 因为与乌拉拉阿巴亥的关系被人广为传扬 在传扬的过程中被人添之佳意 所以呢,他的威信大大的降低 已经没有,事实上已经没有资格 没有能力,即使喊魏 二贝勒拉阿明,战功颇高 也是兢兢业业 但是,由于自己不是努尔哈赤的儿子 而是努尔哈赤的弟弟的儿子 所以也没有资格 三贝勒芒果尔弹 纠纠五夫一个 要心眼没心眼 就知道杀人 连自己的母亲都可以不放过来 他不会得到任何人的支持 四贝勒 就是我们所说的黄太极 黄太极与他们相比 那优势其实是非常明显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他有两大劣势 但是他自己认为 与别人相比 他有三大优势 第一,就是追随富汗十大武功 从小母亲死了以后 毕生追随自己的父亲 在战场上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 立下了十大战功 他曾经参加过十次战役 我们介绍最著名的就是萨尔虎战役 第二,就是四大贝勒参与激务 他与多尔虎相比 多尔虎没当过贝勒 才刚刚要当贝勒 刚刚要执掌八旗中的一起 阿基格,多多,多尔虎这三个人 原来的八旗里面没有他 他没有过真正指挥作战的经验 没有过参与政务的经验 参与政务那他还差点 而黄太极他们呢 1615年 诺尔虎是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 那个时候 黄太极才23岁 在八个旗的领导人当中 所有的领导人当中 他是最年轻的一位 第三个优势就是 儿历之年 最佳人选 这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 这里不再提 但是 黄太极也深深地知道 要想真正打败多尔虎兄弟三人 自己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这就要必须用到什么 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和智慧 刚才说到 黄太极在韩卫争夺战中的三大优势 与三十多岁的黄太极相比 十四岁的多尔虎 在政治上显然还有些稚嫩 但是 在努尔哈士突然死去的那一刻 多尔虎的母亲 却一直隐藏在墓头 她究竟在做什么呢 为了他们母子的生存 为了自己儿子 能够登上后金的韩卫 她将怎样显示自己的威力呢 这场争斗 争夺韩卫继承权的斗争 最终多尔虎是失败 但是从理论上讲 从实践上讲 她都有可能成功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她失败 如果我们从多尔虎阵营中的最佳参谋 谁是多尔虎阵营中最佳参谋的人选 这个参谋 别人担当不了 能够担任这个好参谋的人是谁呢 只有多尔虎的母亲 乌拉纳拉阿巴海 因为他一生追随 努尔哈赤 前后二十五年 久经沙场 二十五年呀 什么阵势他没有见过 什么战争没有经过 是斗智还是斗勇 他什么不清楚 努尔哈赤死的时候 只要他稍微能够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点 用一点点时间去思考 去思考当时的形势 不难看出 他很容易就能够做出一些个结论 他就能够想得出来 我们这一方 要让我儿子能够顺利的上台的话 我应该做些什么 他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只要乌拉纳拉阿巴海 经过简单的思考 他就能做出 如下三个方面的安排 第一 由自己亲自出马 找拜善夫子 两个人的关系很好 人所共之 努尔哈赤也知道 并没有追究 已然是公开的秘密了 我还怕谁 看见我去他们家了 我公开的就去找拜善夫子 找他干什么 我觉得多尔滚的母亲应该去做什么工作 他应该找他们去谈判 谈判 找到一个什么 双赢的办法 这一次咱们也能够达成下面的一个默契 这一次大喊 你支持我的儿子 下一次大喊 我们支持你的儿子 这个大喊 由咱们两黄旗和两红旗轮流坐庄 您看是否是最佳方案 实在不成的话 咱们达成这样一个协议 我的儿子当大喊 你来当 你来当摄政王 不就完全可以了吗 这是第一招 乌拉拉拉阿巴亥 多尔滚的母亲 他应该做到 而且也完全可以做到 他还能够做到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派自己的儿子 多尔滚出马 干什么呢 去黄太极家 黄太极这个时候正在忙着 给他父亲努尔哈赤发丧 他是个大人 他得忙正事 他得回来 抽块回来 看看家里 安排安排 我怎么怎么样 由多尔滚出马到黄太极家 找谁呢 找庄飞呀 这个时候俩小孩子玩来了 一个十四岁 一个十三岁 有的人会问 可能吗 人家家就让你去 这一点诸位 可能是多虑了 俩小孩谁会把多尔滚 有那么多心眼 谁也不会想到 恰恰是你没想到的 我就应该去做 由多尔滚去找庄飞 打探一下消息 聊天玩的过程当中 就知道了黄太极将要如何去做 这样您看是不是就能够做到 知己知彼知朋友 他还能失败 如果做了以上两点 我们还没有把握的话 那多尔滚的母亲 还有两个儿子呢 所以他还能想到的是第三招 迅速地派阿基格和多多 一大一小 两个孩子 短短的时间内串两个门 第一去阿敏家 第二去芒古尔泰家 这不是快到八月十五了吗 看哥哥没有什么毛病吧 给哥哥买点吃的喝的 哭诉一番自己 父亲死了 孤儿寡母 无依无靠 将来我就求您了 就求您照顾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 您想 在当时参与争夺 在当时参与争夺韩魏的人当中 谁胜 有两个人都是必败无疑的人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跟韩魏压根就没有过缘 一个就是阿敏 一个是芒古尔泰 对于这场韩魏继承权的争夺来讲 他们两个人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可我没关系 是谁都不是我 谁也不会支持我 现在的问题是我支持谁 你说我支持谁 谁给我好处我支持谁 这还不明白 谁叫的甜我就支持谁 对吧 我支持谁都行 谁先说话我支持谁 我跟谁谈一谈 就完了 多尔滚的母亲 如果抽出一点点功夫 去思考 去判断 多尔滚的胜利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很容易做到的事 但是 遗憾的是 多尔滚的母亲 他没能够做到上述三点 他干嘛呢 他禁锢的伤心了 他的伤心 他的悲痛是真诚的 他真心的为他的丈夫的取舍 他太善良了 他太善良了 善良的他 不知道周围 都已经布满了陷阱 最终善良的他 还没有来得及思考问题的他 不但葬送了自己儿子的前程 也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几个小时以后 他就追随他的丈夫 而去了 稍事休息 一会儿再来 转瞬之间的风云突变 让我们感到 宫廷斗争的残酷与血腥 深受努尔哈赤宠爱的 多尔国母亲 怎么可能在努尔哈赤死后 几个小时 就突然被人暗算 吓死毒手的人 会是谁呢 年幼的多尔国 面对这让人无法相信的一幕 他的命运将会散扬 努尔哈赤死后 尸骨未寒 寒味之争 非常惨烈 我用了一个字 惨 新的大汗还没有产生 已经在汗未继承的争夺中 已经有三条人命 随之而去 第一条人命 我们早在前面 我们就介绍了 努尔哈赤的弟弟 舒尔哈奇 第二条人命 戴善的哥哥 楚英 的第三条人命 我们这里只介绍 我首先需要做的 就是除掉他们的母亲 因为只有他们的母亲 才能够作为他们的智囊 没有了他们的母亲 多尔满 都尔满 都尔满 因为皇太极知道 能够跟他竞争 汗味的 多尔满 兄弟三人 才是自己最致命的威胁 要想消灵 要想消除这个威胁 最容易的办法就是除掉乌拉拉拉阿巴亥 说 先帝有遗言 要求你随同殉葬 夏寒说了一条 这个 他所有的妻子 现在都随他远去了 就你还活着 你也得跟着死 他死了都得带走 结果 历史书上这样记载 阿巴汉 自意身亡 我却对他的死 要是怀 他是自意的吗 有野史记载 说他是被公贤勒死的 谁勒的呢 野史上说是皇太极 野史本来是不可为拒 但是 我宁愿意相信这样一种说 因为先汉还有一言 他死之后 将乌拉拉拉阿巴亥 托付给戴善 这样 两个遗言 就发生了明显的矛盾 哪个是真 先汉又遗言 将乌拉拉拉阿巴海 托付给戴善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是活着的时候就说出来的话 而你这个遗言 我伺候他那么多天 我怎么不清楚 所以正常情况下 多尔滚的母亲 应该是被勒死的 多尔滚第二招不胜 就是戴善父子 三人振前倒戈 说起这个事也和皇太极有关 一切都在朝着有利于皇太极的方向发展 就在这个时候 努尔哈赤死了 正在发丧的过程当中 历史书上这样记载 戴善的两个儿子 岳托和萨哈林 回家的时候 找到了戴善 戴善从外边忙回来 他的两个儿子集体找到戴善 跟他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这段话说 四辈了才得贯世 身祭先帝圣心 众皆乐福 当素祭大位 史书上还记载 戴善立即表示说 这是我的夙愿 你们所说 天人允邪 谁不赞同 前面的话说的一句是 他的儿子说呀 黄太极 特别好 应该让他继承汗位 后边的话 戴善说呀 你们说的跟我想的一样一样 而且不但跟我想的一样 跟老天爷想的都一样 谁敢不服从 然后第二天早晨一上朝 戴善主动找到 二贝勒阿民 三贝勒芒 芒古尔泰 和其他诸位贝勒们 我们家已经商量好了 下一阵的大喊 是黄太极 你们谁有不同意的吗 没有 没有任何人发言 这个时候戴善说 那就这样吧 咱们跪吧 黄太极你上去 我们就跪吧 多尔滚 兄弟三人 一句话没说 他就失败了 还没来得及 他说话呢 多尔滚 争夺 汉味继承权的斗争 就已经归于失败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总结了一下 我认为呢 有如下四点 第一点 骄傲轻敌 多尔滚兄弟三人 对于比他们大上 二十岁左右的 黄太极 完全不了解 更甭听懂事 你连对手是谁 谁是你的对手 你都不清楚 您都不拿他当回事 您如何能成功 第二点 失去朋友 戴善父子 本来应该是自己的 铁杆同盟军 但是在最关键时刻 多尔滚的阵营 没有向戴善父子 许诺些什么 更没有 有效的 安抚戴善父子的办法 所以 从而失去了 同盟军 第三点 没有争取到中坚力量的支持 这个中坚力量 指的是两个蓝旗 两个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蓝旗 阿民和芒国尔台 多尔滚 连自己的同盟军 戴善父子都没稳住 他还有功夫 稳住两个蓝旗的首领 第四 母亲惨死 失去靠山 多尔滚兄弟三人的母亲 应该说是酒精沙场 但是 不管是什么原因 毕竟 他是追随 努尔哈赤而去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 多尔滚 兄弟三人 连续丧失了父亲和母亲 您要是在这双重的打击之下 您还有还手的力量吗 您还有还手的可能吗 您还有还手的想法吗 多尔滚 他争夺韩慰的斗争 就这样失败 黄太极将会如何对付多尔滚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要说的话太多了 稍事休息 一会儿再来 多尔滚在努尔哈赤死后的 这一场寒卫争夺战争 惨败在黄太极的手下 此刻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恐怕就是一向心狠手辣的黄太极 会怎样处置这个昔日危险的对手 已经失去母亲支持的多尔滚 死后的命运又会怎样 黄太极继继继续后 为了对付多尔滚 采取了两个手段 一打 二拉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话 打一巴掌 揉三揉 打指的是夺取 努尔哈赤原来给多尔滚准备的香白旗的十五个牛鹿 也就是把香白旗 原来努尔哈赤准备给多尔滚的 现在不给他了 黄太极继继续以后不给他了 给谁了呢 给了自己的儿子 给了多尔滚的侦儿 黄太极的儿子 长子 好哥 虽然是黄太极的儿子 虽然是多尔滚的侦儿 但是他比多尔滚要大 大三岁 哎 把这个香白旗啊 黄太极给了自己的儿子了 这个时候的多尔滚 应该知道 这原来是我的 不是你的 这个仇我得记着 豪哥 你给我好好活着 你记住 大丈夫报仇 十年不晚 此仇不报 我是非君子 我不但要报仇 我不但要把这个旗夺回来 而且我一定要让你 死无藏身之地 这是我们讲的答案 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问题 满洲人 以黄色为尊 有着悠久的历史 黄太极 继承了韩位 可是自己的两个旗 自己是正白旗 自己儿子那个叫香白旗 这可不行 我们这两个旗 换颜色 我们这两个旗 穿黄色的衣服 我这个旗 正黄旗 我儿子的那旗 肖黄旗 那是白旗衣裳给谁啊 那就给你们哥仨吧 阿基格和多尔滚 这两个各十五个牛鹿 就合并成一个旗 就是我们讲的香白旗 这样双方就换了颜色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清楚 尽管黄太极 他换上了黄色的衣裳 他们这个黄色的衣裳的旗子 还四十个牛 仍然是八旗中实力最弱的 让人穿着白色的衣服 人家两个白旗的力量 仍然是八旗中最强大的 这是第一招打 第二招拉 拉指的是什么呢 由多尔滚领导 阿基格的香白旗旗主之位 借口是什么呢 我要想话还用借口 我怎么听说 过来阿基格 我怎么听说你给你弟弟说了一对象 阿基格说是啊 我给我弟弟说了一对象 给多多 多多当时还小啊 十三四岁 这过两年了啊 十三四岁 谁让你给说对象 你怎么不经过大喊我的同意啊 哟 我给我弟弟说一对象 还用你同意啊 你看看咱们家 谁家不是三公六院的 谁都经过大喊同意了 你太不尊重大喊了 算了 你别当这个旗主了 就废了 换你弟弟吧 这样 他就把阿基格的弟弟给递了上来了 这样看来 黄太极对多尔滚似乎还不错 但是很有心悸的黄太极所做的这些 难道就仅仅处于兄弟之情 而对多尔滚欢红大量了吗 大概没有人会相信 黄太极会简单到如此地 那么 在黄太极表面的默默温情之下 究竟又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打算呢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 黄太极这个人极为聪明 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 都能够达到两种目的三种目的 如果达到两种目的 我们叫一件双丢 要达到三种目的 叫一时三鸟 他废掉阿基格 提拔多尔滚 恰恰就是要达到他的 一时三鸟之功效 黄太极深深的知道 自己这个含位 是捡来的 论实力 多尔滚兄弟三人的实力 应该是第一位 但是这三个人太小了 小孩子一个 不值得我对付 他还嫩呢 实力位居第二的是谁啊 两红旗啊 两个红旗 这是实力第二 就是他们支持了我 就是他们打着支持我的旗号 想操纵我 想利用我 想利用我 达到他们不可见人的勾当 达到他们的目的 设政的目的 我是绝不会让他们成功的 我上台以后 首先就应该怎么样 收拾他们 诸位 什么叫过河拆桥啊 黄太极 对这个成语 应该了解的比谁都多 所以他脑子中间 装的都是 我如何对付 两红旗 我如何收拾他们 这才是我的当务之急 其次 就是那两蓝旗 两蓝旗 我收拾他们 任何一个 都对我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因为什么 他们跟我一样 没有人支持 势单力孤 收拾一个是一个 也就是说 我的对手太多了 但是 我的实力太弱了 四十个扭落 不足五分之一 我想收拾谁啊 我谁都收拾不了 所以 现在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 假如我把多尔滚 拉过来了呢 多尔滚当上了 香白旗的旗主 即使他控制不了 整个香白旗 控制一半 十五个扭落 加我四十个扭落 我就能够达到 一石三鸟之功效 这第一 我就能够在多尔滚 兄弟三人中间 制造矛盾 只要我在他们兄弟三人之间 能够制造矛盾 我便可以成功 我便可以拉一派 打一派 我相信 多尔滚的弟弟 多多 比多尔滚还要小 还要容易被我操纵 所以这样的话 实际上 两个皇旗 我现在就已经掌握了三分之二要强了 剩下一个阿基格 你歇着吧 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 他的第二个目的 就是促使 皇太极一方 由绝对的弱势 转变成为相对的多势 即使拉多尔滚过来 四十加十五等于五十五 这就远远的超过了两个红旗的五十一 也超过了两个蓝旗的总和 第三 只要拉多尔滚在自己的一边 自己就可以全力以赴 对付两红两蓝四旗 于是乎 在此后的时间内 在此后十七年的时间里 我们便不用去担心多尔滚 他是如何来生存 他没有生命之忧 他活得很好 很滋润 每日每时的都在高升 对于皇太极来讲 多尔滚 也是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离不开 皇太极没有想到 自己这样做 不是放虎归山吗 他就不担心 自己的后院着火 他就没想过 一旦自己病天以后 自己的儿子如何生存 他没想过 他的妻子庄妃 必须得想 我的儿子将来如何生存 我的儿子将来 如何才能够当皇帝 而不受别人的摆布呢 你死了 我怎么做呢 我怎么做才能够保证 我们家的孩子 世世代代 当皇帝呢 我应该如何对付多尔滚呢 我们下次再讲 皇太极夺取大汗之位后 出于利用的目的 没有处置多尔滚 皇太极是否会因此 而导致放虎归山 多尔滚会不会握心肠胆 卷土重来 吸取教训的多尔滚 将会有何作为 而他与装飞的关系 将会因此发生怎样的变化 几连海老师为您揭示 多尔滚争夺大精地位之谜